上帝和创世纪 每一个宗教围绕着上帝观念而存在 和发展的同时 他们也发展了自己对创世纪的一套 如此上帝就不免与神话发生了关系 从而人类利用上帝作为传达手段 来解释人的存在和宇宙的本体 今天任何有知识的人 只要肯用心审察有关的事实 那便会归纳到以下的结论 创世纪的神话 如同上帝一样 都是源源于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误解 和想象而显变出来的 这些误解是根源于原始人的恐惧和无知 即使到了今天 人们仍然保佑他最初创世纪的解说 按照现代科学的想法 神学对上帝的定义是模糊不清的 因此 现代替人类的学说 然后世纪的学说或神话是没有地位的 假使人类是外力所创造的 那人类必然是属于那一个根源 而不是属于他自己的 佛教徒相信人类是属于自己的 他必须负责他过去所做的一切所为 如此,佛教徒没理由相信人类的存在 是靠外力刑索而成的 佛教徒相信今天人类在这里 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 他既不是被惩罚,也不是被掌赏 他的存在完全是根据他自己个人行为的好坏所决定 人类就是在这种演化的过程中存在 我们在佛法里面找不到任何字眼 去支持这个世界是任何人所创造的 科学发现宇宙的体系是慢慢发展出来的 这一个恰好吻合佛陀的研究